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珍 我是小賴 食尚玩家YouTube頻道 破50萬訂閱啦 感謝各方好久粉絲大力支持 沒錯 食尚玩家會持續地介紹 更多好吃 好玩的東西給大家 並且集結豐富的美食地圖給你們 還有 還有 王子家版會特出全新企劃 給你以往的內容成功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趕快按下去 按下去 按下去 機會 機會 等一下 就不講話了 我怎麼到時候要講話 歡迎收看食尚玩家 一位龍神 大家好 今天的鄉民最近爆紅 真的 看到這個名單也有說 怎麼請得到他 對啊 大姐小姐都要放他的歌 真的 這首歌我覺得 簡單只要一句話唱出來 就會知道是什麼歌曲了 來 小陳寶貝 What's wrong with you 小陳 Give me your money Give me your happy all the time 給他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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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動耶 歡迎沙偉哥 托你們的福啦 就是我回到了這個我出生地 很感動的原因是因為我也很久沒有了 因為我到了三十幾歲之後 我就搬到台北去做 那這個地方算是 其實你們用力的呼吸 就可以聞到我的味道 What 不是 我真的是在這一塊地 可能真的要用力喔 我真的是在這個地方長大了 然後今天我要帶你們去一些 我小時候真的很有回憶的一些地方 好啦 那我們就一路跳過去了 來... 哪個方向 Yo... Sinthi Baby 好健康 好餓喔 不用擔心 我非常貼心 這個店家就在保安宮後面 大概100公尺的地方 而這麼近 這麼熱的天氣 它有超強的冷氣可以讓你們走 真的 這優秀 我太棒了 這該不會是你新買的房子吧 不是啦 可是這一家店是新開的 我經過的時候我也很好奇 因為它叫讓人清歌 但我們在賣什麼房子 這一家其實我也很想要來 因為我太... 太常經過這個地方了 就是新開沒有多久的一家店家 但是它很特別 它是港式的早午餐 很少聽過 對 所以我們來嘗試一下 好 冷氣超強,走 這個不講話 好像是禮靶町 真的 好像禮靶町 好久沒去香港 對啊 對 就是感覺好像來到了香港 歡迎來到了酒 我們紅糖 我們剛剛這邊有那個小巴的水牌 非常的香港味 而且你看這個整個大海豹 就是最熱鬧的這個 脆黃 彎仔道 以前就是到香港 如果你們有太多時間 就會直奔到脆黃 不重要 反正... 現在對 目前還出不去 我們就在這裡感受一下 香港的感覺 這是凍檸檬 沒錯 然後這是純奶茶 鮮奶茶 鮮奶茶 然後這是絲襪奶茶 這個是這裡的招牌 老闆... 這個是不是這邊是最... 最著名的一個招牌 對...像這個 我們卡洋醬 這是我們地球的醬 它是馬來西亞 東南亞的一種 卡洋啦 對 它是香港話叫卡洋 對 它是我們地球 這個口味蠻特別 蠻多人點的 這不是整人節目 不是芥末 不是芥末 它這個是一組的 對 而且他們的起司下面 是放冰塊的 所以它是最冰的那種 它怕奶油融化 對 但聽說它有個有趣的名字 十萬塊菠蘿 這個是來自於羽龍共舞嗎 對... 你知道的 我那個年代也知道 有沒有看到 很多男生都會記得那個牌子 對啊 你是不是在推出這個時候 共鳴比較沒有那麼多 這來的或是年輕人 對啊 他說十萬塊菠蘿 怎麼這麼貴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的話 我們是自己炒的酸奶鮪魚醬 它吃起來是酸酸甜甜 跟外面比較柴 比較乾的鮪魚 比較不一樣 對 那我們就用菠蘿皮去做 就用甜鹹食口吃 這看起來好好吃 對 那這個呢 這個的話 就比較香港經典的小吃小點 它就叫奶油脆脆 或是奶油脂 是豬仔包 對... 而且是做甜食的 所以豬仔包沒有讓豬肉在裡面 沒有豬大包才有 因為我以為它還有一個小肉 沒有放 沒有... 它就是長成 我以為是我們運算很像 怎麼會感覺那麼好香 對啊 我們中間沒有拿到 而且我們好像 只能一個人選一套對不對 對 來...你們來者吃客 你先選 來者吃客 那我就吃個吧 好 來者吃客 那你就選豆檸檬 因為我們兩個小時候就選 你是強迫我選豆檸檬吧 但其實我可以挖一口你的那個 挖他們菠蘿油的壞皮 非常的脆耶 所以我自己個人超愛吃鮪魚 配的那個酸奶鮪魚又很剛好 你也要吃一口 對啊 它明明不說來者吃客 結果... 一小口而已 對啊 我們把最精采的給你耶 你看我這個 還沒有豬排 我給你挖一點點 好吃 這鮪魚真的好吃 它加了酸奶之後 它的那個味道變得很特別 它的鮪魚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發現他們那個菠蘿 為什麼他們那個外皮都喜歡用菠蘿 那個皮超酥的 而且有一個奶香在 它要配蘋果片應該也很爽 對 就是整個變得很清爽 你怎麼... 好浪費喔 來... 這個趕快不要... 這裡又... 來... 它加春黃瓜很得分耶 因為他們菠蘿你看 全部都是... 而且超酥的耶 有沒有 超級報應的那種 來 我直接把它夾上去 好 我剛好單吃一下那個卡樣 就是蠻濃的椰子味 我現在吃下去很脆 對啊 那個酥酥脆脆的外皮 好好吃喔 因為我第一次吃卡樣在裡面 就是它多了一種椰子味 然後... 因為其實很常吃菠蘿 有一上來的時候 因為它菠蘿很燙嘛 對 所以通常裡面的起司 都是融化的 奶油都是融化的 但這個是可以完全吃到 奶油一整片的口感 因為它放在冰塊上 對 而且它堅持不先放進去 就是你要吃的時候才放進去 對 你看喔 你看喔 打開來 還是一整片 還是一整片 好吃 你的那個就是要真功夫了 因為它沒有外加任何什麼 太多的那種添加物 而且它這樣子淋上去 這個還可以有這個脆度 我覺得有沒有 不然一般會濕濕 這個應該就是真實吧 你的皮就三個 它不只煉乳耶 它上面黃黃的那一個 不知道是奶油嗎 這海油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你在分享的時候 有略顯孤單 因為你不分食跟我們 沒有 沒有 我們只會用菜的 有加點的所以可以吃 有加點 有加點的所以可以吃 那我跟你講就是要分享 我覺得你們 蠻堅持在你們的那個 好 你只要站在大腦路上好不好 不是 因為外面粉多都是 台灣都是軟軟的 對 都是很飽的 你們很有嚼勁耶 對 而且咬下去都是酥 外皮都是酥的 外皮是酥的 然後 那你放過去放在裡面 好吃 它有一種那種金沙的感覺 好好吃喔 這也太剎車了 再吃吧 到底有多好吃 我們又再點一份來吃 對啊 剛剛看 這個太好吃了 你看我的被你們挖到 我裡面已經沒有鮪魚 酸鮪魚了 你看 而且現在剛上那個皮是燙的 對啊 你看它裡面很豐富耶 你看小賴之類 有青菜 鮪魚 切片 蘋果切片 蘋果切片跟牛番茄 我要確定 它怎麼已經在地上了 不要浪費了 這還我 這還我 我已經沒有 沒有鮪魚醬汁了 老闆 你再挖一個在這裡 它的酸奶加上裡面的生菜 非常的大 我覺得它們最佳真的是那個蘋果 蘋果 蘋果切片 而且它的蘋果的白色 而且它有一點清爽感 對 對不對 姐 你先不要再吃了 很害怕 你等一下後面這樣 對不像 因為早上起來真的好餓 小東看到你吃那個真的好餓 好好吃 就今天就錄這家就好了 對 這家可以一個一個慢慢上 我們吃到寶物就可以離開了 而且我發現一個很貼心的事情 他們這家店牆壁都充滿了插座 因為很少餐廳會願意大方讓大家充電 你都不怕大家不走了嗎 不怕 因為我有現實 很可怕 它現實時間一到就斷電 對 2DDC去第一桌斷電 接下來這家店完全不需要我贅述 你看人潮就知道了 要排隊 要 而且它是無時無刻都要排隊 那我在那裡等你們 我跟你講現在大熱點 小姐... 你先看一下你想要吃什麼 那我就進去再搜尋就好了 好啦 算了 我幫你 這你真的 我跟你講 一定要點它的一個組合的 我要綜合的 好啦 那我們就三個綜合 然後三隻香腸 好 好不好 小賴你有聽清楚了 對啊 好 我拍 三隻中完蛋小腸 好...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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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十幾年 所以你是從小吃到大 對 我每次回來板橋 我如果不吃它 我有時候會覺得手會發抖 麵頭 已經是上年了 在你們的眼裡它是美食 在我眼裡它還有爸爸的味道 因為我以前我父親比較忙碌 然後他就會在空檔的時候 趕快來買這個油戶口麵線 跟這個香腸 然後帶回家給我們吃 所以我每次就是 聽到我爸的摩托車聲的時候 我就知道就是說 有麵線可以吃 所以這香腸有爸爸的麵線 麵線也有 好... 這大蒜好難剝 吃完這個一口回憶都上來 我超會剝大蒜 大蒜這麼好 來 直接這樣 上下一起這樣擠開 然後它頭就會掉了 然後再加把它那個 真的耶 真的 剝一剝就好 你怎麼那麼會剝大蒜 因為我很愛吃大蒜 我家裡有一個生食 謝謝小賴 我家裡有生蒜頭 然後在家裡剝這樣 更快的剝大蒜的方法是 你知道是什麼嗎 給別人剝對不對 對 認識小賴蒜 你看 我已經剝好了 我剝大蒜很快 真的耶 怎麼樣 怎麼樣 小時候的回憶來了 我每次來 每次吃都有每一次的經驗 而且厲害的時候 我已經吃三十幾年了 還是有這種感動 味道都沒變 沒有變 好酸喔 趕快補一口 好酸喔 趕快補一口 來喔 是不是不用另外一半了 不要 我們已經達到人生的尖峰 它的蒜頭很濃厚耶 而且它味道很夠喔 然後我有加醋跟辣椒 很香 很燙是不是 不是 它辣椒很香 很香嗎 小姐建議加的辣椒很香 因為我很喜歡吃蚵仔蜜酸 對 他們家應該是有跟它柴魚去熬的湯 很香對不對 對 柴魚香 對 它的湯有補貼的 然後還要配一口這個是不是 我跟你講 姐 你先不要吃蒜頭 你這樣搭著吃 先吃原味 太重了 你有想到爸爸的味道嗎 我不想 現在想不到爸爸的味道 它有一個獨特的酒香味 對 而且我發現它香腸的 瘦肉跟肥肉比例 剛剛好 它大腸很特別耶 你看 它的大腸雖然看起來 清清白白的 可是它吃下去味道很夠了 其實看起來清白 它未必清白 對 它的背景非常熊 這一碗麵線有時候 都是可以誤出人生大方的 是 它這個也有36年的歷史了 最怕麵線 那個麵線一咬就糊掉了 對 它沒有那種餡的口感 那就很可惜了 而且也很怕蚵仔麵線 它有時候勾芡勾過頭 也是很可惜 對 你看它蚵仔有多大顆 蚵仔蚵還大顆 它的大腸也沒在客氣的 你看 對 而且很厚實 不會那種小小的一片 然後薄薄的 你看蚵仔香腸非常高分 因為我個人算是商場的愛好者 它除了粗之外 還有肉感 我用行動還是什麼 你到底在行動還是什麼 好好吃喔 小賴 如果你吃得差不多有沒有 休息一下 好 接下來這個也是 隱身在巷弄間的美食 這一家就是四十幾元 而且裡面有一個暗藏的這個 秘密是小禎最愛的 我最愛 對 它最愛的不外貨就是香腸 或者是蛋 蛋 沒錯 你最愛蛋的 一邊是香腸 一邊是蛋 今天就滿足你蛋的需求 這兩個是必備的 對啊 核在一起剛剛好 而且特別是放在V哥上面 好特別喔 好可愛 而且你把它擠出來 而且你把它擠出來 好可愛喔 今天開朵都幫你傳好好 早期為什麼會有這種蛋的概念 你知道嗎 因為這是我阿公告訴我 外公外婆的家 就在這邊大概離不到100公尺的地方 他有小時候就是說 他們要去勞動啊 要去夏天啊 都需要就是吃飽吃煮這樣子 就加一顆蛋就對了啊 蛋營養 對 喜歡 它味道很甜耶 真的 又剩那一種 表面看起來清清白白的 對 因為它的米糕顏色 算非常的淡喔 因為一般外面的米糕 算是深色的 對 然後它是算比較淺色系列 是 它加蛋另外的滿合的 而且你看我的米糕上面 這個肉燥還有淡淡的 這個金黃色的蛋汁 你的肉燥都掉光了 沒有 才有 加蛋就是米糕了 對啊 加蛋怎麼就是絲滑嫩的 乾絲剛剛好 而且邵哥把它整個米糕 攤成平的 對 像一碗飯一樣 我現在來加一口它的那個 它剛剛說這個甜辣醬 它甜辣醬也是 清澈 清清白白的 它口味沒有太重 對 慢慢咀嚼它糯米的香味 它的甜辣醬可以 可是我覺得它米糕 本身好吃到 其實可以不用 對 而且它的醬本身就帶有甜度 有 更感人的是你看 怎麼樣 我裡面還有花枝耶 你不是從未來的 小時候要怎麼玩沒有 這花枝這麼大塊 整碗湯才算你40塊 你會不會覺得很感動 事實而已 對 很划算 整個花枝本人 就在這花枝裡面 清清楚楚 不超所值 對不對 真的耶 真的好花枝本人耶 好吃耶 而且它的 我覺得它所有東西 都是走非常清澈透明的 你看我這碗金針排骨湯 它的湯已經透到金針幾條 都看得到 它不油耶 真的 很清爽的感覺 我跟你講金針湯 很怕就是沒味道 我覺得這家店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過度的料理 然後讓你吃到這個原食材 它應該要有的味道 感動了 你有沒有聞到我阿公的味道 對 阿公味道來 阿公味道來 阿公味道 非常的有味道耶 所以它的顏色非常的淡 但它是重的 我知道了 你喜歡那一種 表面上看起來無害 然後私底下燒得要... 調的 我是不是屬於燜燒型的 不用過度料理 它真的不需要再加什麼香 我們板橋人走的就是這種 很低調 然後不奢華的味道 不要太虛華 對啊 你今天穿一個這個釣魚背心出來 然後你穿很低調 我算... 我已經算是板橋裡面最奢華的 就有婚然後講台北幹 對 被帶壞了 因為它的米糕 它咬久其實不會膩 就是還是非常清爽的 它的米糕很特別 就是跟人家不太一樣 老闆娘 算是你主傳的對不對 你是第三代 對 68年開始半熟蛋 那你怎麼會想說 它上面再加那個半熟蛋 一開始是只有米糕 所以但是後來客人 要這樣加我們就幫他加 你說莫名哪一個客人說 我想要加半熟蛋 然後你就做一份給他 那一定是我阿公 真的 我阿公以前 就是很擔心 我們小時候沒有吃飽 然後就加一顆蛋 他就會覺得是 對 比較營養 有一個阿公常常說要加蛋 那個客人是阿公嗎 是... 是阿公喔 對啊 原來就是你阿公改變了這整家店 當然啊 我們這個做自己 都是在地人來吃的 對...都是在地人 要不然你以為我們怎麼會 跑到巷弄我們 就因為我啊 我當然是廚本家 對啊 老闆家人啊 原來 而且他一直對你們的金針排床 對啊 你們的湯怎麼是 剛剛有味道 你們是用大骨熬的嗎 就是會加大骨湯 然後那個金針是一用一用的 就是連排骨跟金針一起相約 難怪我們有喝到排骨的味道 你們都是比較原志願的味道 對 其實我們的排骨湯 都是用清潤的方式 每個客人都喜歡 就你們的每個湯 都不是很重鮮的 對... 但是是重口味的 對... 好會講喔 真的喔 你該不會阿公也住在這附近 吃吧 當作太可憐 接下來喔 5 4 3 2 等一下 收音喔 我跟他提供表演還講 沒有... 反正我們剛才吃完鹹的 對 今天我要介紹你們這個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是 食尚玩家居然沒有拍過 怎麼樣 這一家店家在這個地方 已經超過一個甲子了 這60年喔 豆花店而且是傳統豆花 你居然沒拍過 沒有拍過 阿伯 阿伯... 很久沒看... 來 跟你點豆花 好 我要一個傳統的 我要芋圓 芋圓 芋頭 老闆說等他一下 他那個碎冰看起來很過癮耶 對啊 夏天就是要這種碎冰搭配 真的喔 還有一樣喔 對啊 對 好 被阿伯說服了 對 阿伯一定有截屏 因為他們的料理才非常的乾淨 很乾淨 好 我要綠豆湯底的 阿伯 這些豆花都自己做的喔 對 我要芋頭 然後芋圓 紫色地瓜耶 會怎麼給他一碎 撈完你那一碗之後 他才拿出來呢 我小時候有不付錢嗎 沒有 紫色地瓜是要另外一點 因為他會藍色 會藍豆皮的進方 綠豆 綠豆湯的 好 碎冰一定要 你比較得阿伯聽啊 對啊 你的整碗 吃完應該就又飽了吧 真的 還有綠豆耶 阿伯 還有我 我要豆漿湯底的 豆漿湯底 對 因為很少可以選湯底的 一本都是湯 軟花生 聽到招牌 對啊 綠豆 我很期待他那個碎冰 那你那個綠豆湯底看起來 好棒喔 好豆漿 你的是豆漿湯底 來上桌消暑一下 謝謝 好期待喔 而且有冰沙 一看就覺得超消暑的 對啊 是不是 謝謝大家 感受一下 我對於豆漿那碗非常的好奇 真的喔 那你為什麼不點豆漿那碗 他的冰沙好爽喔 對 而且他的冰沙是加糖水的 所以你可以就是吃完冰沙之後 可以再加 直接 哇 這邊是老闆直接挖一碗冰 在旁邊可以自己加 對 你看這個就是糖水冰沙 有沒有 他直接幫你調好了 對 這個 豆漿 你那個加冰沙 你那個豆漿會濃度太淡 可是還是很好吃 老闆 你是不是很愛乾淨 老闆 你是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你知道 連這個布啊 真的 完全 完全沒有那種黏黏的東西 而且連鐵啊什麼冰箱 你看他的料理台就知道啊 賣那個乾乾淨的 都差到發亮啊 差到發亮 真的都發亮 像我們當兵那種一定會過關 你們剛才沒有看到細節啊 品達米門現炸 現點現炸的炸雞 是不是感人 好感人 我介紹的沒有在開玩笑的啦 他有袋子 那個汁 你這樣不要再吃了 我都吃了 我看他的料理台就知道啊 賣那個乾乾淨淨的 都差到發亮啊 差到發亮啊 真的都發亮啊 像我們當兵那種一定會過關 你們剛才沒有看到細節啊 老闆是連那個黄銀紫色的 跟一般顏色是不能混在一起的 對 顏色竟然去倒塌 不好看 處女座九月生 那個… 那個也是自己做的 來… 對啊 他的豆花就是… 外面這個冰沙已經沒有人在做 對 他們都是用… 清冰啊 湯水 湯水 然後你買回去它會通開 水在上面 對… 你買這個冰沙 你融化掉就不好吃 你這個甜的冰沙拿回去 甜的都是固定的 對 就算化掉它也是這個甜的 是固定的 冰沙是甜的 濃度一樣不會變 不會好 而且我超喜歡阿伯的這個豆花 有那種傳統的炭香 它是有啊 炭燒味 紮實的而且不會太淡 對 它是紮實的 對… 我是要說 它那個原古籍把它黏結 這個豆花它是切切 阿伯 好吃喔 好吃這部分交給我們講 不然人家會說你老王賣瓜 對 阿伯有很多家想要爆料 真的 他用心做的豆花 你會吃它的層次感 你先吃它的湯 冷天 你會炭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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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花 來… 你炭脂肪味 我知道 對啦 它的花生真的是入口學化 因為它會很香味吃 對 而且它的芋圓很Q彈喔 但是我覺得它特別的是 這個豆花真的要好好強調一下 它那個真的不會太稀 你用舌頭推開的時候 它那個豆香味是太坦白了 有點彈性 而且… 有點彈性 不會太淡也不會太臭也不容易 對 真的不容易 而且很厲害的是 我剛剛在門口看到 它要賣一整桶的 對 桶的豆 對 你可以直接拿去什麼 對 豆漿有興趣 這杯新年就喝了 可以 喝看看有沒有炭香味 它炭香味是來自於豆花 這個也有 但是比較淡一點點 沒有那麼重 對 而且厲害的是 好好喝喔 你要見縫插阿伯的針 還不是那麼容易 阿伯的節奏很特別 對 阿伯現在在休息的時候 對 趕快趕快講 趕快 我要退休了 滿血回歸 所以這一家店 也60年歷史了就對了 我第二代 第二代喔 你們是靠實力的 不花俏 板橋人就是這樣 實在 同時無華 但實在 很符合你耶 對啊 你看外表看起來 清清白白的 屍體這樣 適老實惑這樣 對… 對啊 根本阿公經理的 功力很深厚 我的芋圓剛剛已經吃完了 因為非常好吃 它的芋圓是非常的Q彈 因為有些芋圓中間 可以吃到很厚實的那種 它這個完全沒有 一切就是透Q彈 然後也不會很黏牙 然後它的藝人非常的清爽 因為很多藝人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個人很愛吃藝人 有些藝人 我不知道是中間 沒有弄乾淨還是什麼 就會有一個硬硬的 豆味 對 但它的完全沒有 我個人還是非常喜歡它的豆花 因為它豆花真的就像阿伯講的 真的好的豆花 是會有那個層次感 對 你可以就是在嘴裡 慢慢的去細嚼慢咽 然後去感受它那個豆香 你知道嗎 對 這個就介於豆腐 跟豆花 對 跟豆花之間 然後所以你會覺得 它有一點點口感 對 有一點那種炭香的香味的人 一定會很喜歡這一個豆花 對 它的豆漿 有一點點微微的炭香 但它主要是來自於豆花 對 但它豆花也不是那種很 很燒焦的那種 因為我其實很怕那種味道 但我覺得它剛剛好 恰到好處 恰到好處 然後它的花生也是煮到那種 就是入口氣 而且你舌頭稍微推它一下 它就整個化開 你看它這整碗 然後再加上這個冰 真的非常的加分 你看它豆漿 我這個豆漿其實也 那個豆漿也好好喝 真的好喝 對 很好吃耶 而且人家練乾淨就是覺得 而且超乾淨 對 它乾淨到它開60年 我還一度不幸 對啊 它沒有什麼60年使用的痕跡 完全沒有痕跡耶 你只去看它所有那個角落 細節都乾乾淨淨 這個要當它老婆也很辛苦 很辛苦耶 真的... 因為它那個地板一點火 你明明不是也有潔壁嗎 那我會知道另外一半的痛苦 因為它比... 坦白講這個阿伯比我還講究 大概是我的師父級的 因為它是真的 你看你仔細看它所有的細節 其實都可以看到一個人 對於他食材的堅持 跟他的那個講究 而且那種蜘蛛網 你看 因為通常我們愛看 就那種冰箱斜上面 對 一個網都沒有 而且它不是只有料理台是亮的 它連冰箱都是亮的 它連時鐘都亮的 你來 你往後看那個烤箱 也是亮的 真的耶 乾乾淨淨 怎麼可能 用60年耶 很髒耶 所以等一下我們付錢的時候 盡量用心腸 這種好多東西 這個黃昏市場 就是充滿了我媽媽的味道 好不好 剛剛爸爸吃完了 來吃媽媽 對 吃媽媽的 我跟你講現在已經有摩托車 直接騎在那邊排隊了 第一攤我帶你們去炸雞 來 炸雞 來 來 我帶朋友來 好好的品嘗你們現炸 現點現炸的炸雞 我跟妳講功不應求 趕快趁著現在 還在早的時候趕快點 我個人喜歡雞腿跟雞塊 我跟你講咬下去你們會感動 真的喔 對 我要雞腿雞塊都養 不要緊 GO... 皮很脆耶 我跟你講再拿出來 它的香味直接鋪鼻而來 對啊 我跟你講而且它那個皮都好吃 是不是感人 超感人的 拜託這個紅幾年了 你看它FUSY 對不對 超FUSY 三隻都功不應求啦 是不是感人 我介紹的沒有在開玩笑的啦 他們的皮 他們的皮非常的厲害 因為它的皮是炸到乾的那種 所以它不會有任何的油 直接噴出來 然後它的皮把那個油脂 全部鎖在它那個雞肉的裡面 而且這個肉嫩到就是 我都覺得它到底是怎麼炸的 怎麼可以外面酥成這樣 裡面可以嫩成這樣 好有吃耶 先嫩多吃了 好好吃喔 超好吃的 這已經算是 我目前吃過最完美的炸雞 你要講到最完美很厲害了 最完美喔 我覺得很多女... 因為很多女生在吃炸雞 會把皮剝下來 這種炸雞皮我都願意吃 這個就是要一口皮 一口肉啊 好好吃喔 真的嗎 好 等一下 姐 你先暫停一下 你這樣不要再吃了 好好吃喔 還有袋子 那個汁 那個汁真的 甜的啊 它的汁是甜的 好好吃 你媽媽小時候就讓你吃炸雞喔 我小時候 我媽主廚的殺手見就是說 因為我小時候很愛亂跑 然後我媽就會說 來 我買炸雞跟包子給你吃 我一聽到裡面就亮了 我就不出去玩了 我就跟著我媽來 因為我超愛吃它的炸雞 這個炸雞很吃得沒誘惑 你吃太快了 不會啊 你看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每一個角落這個汁有沒有 不能錯過 它是真的可以用稀的 你看它那個肉汁鮮甜啊 對 它的汁是甜的 我覺得他們的粉 是不是用得比較不一樣 我真的要講 他們是不會透露的啦 我喜歡它的粉的 因為它的那個粉 你在吃起來有帶一點微甜 老闆娘 你們的粉有比較特別嗎 也沒有 沒有 對 日冬地月單吃就好 老闆娘就是不可能用 不能講啊 沒有 所以你用什麼粉 用一般麵粉 怎麼可能 當然不可能啊 問它30年了還是一樣的答案嗎 結束 好漂亮喔 姐 來 你吃那個花枝丸 我也想吃花枝丸 你可不可以留一點胃 我還要再介紹你下一家包子 等一下就你們兩個吃啊 喜歡 怎麼了... 整包拿走 還有花枝丸是 對 我的花枝丸 我跟你講 花枝丸很多很粉 很好吃 看它們這樣很Q 然後咬下去有花枝的汁 有... 燙對不對 你看 它們的花枝丸就是 裹粉裹得很少 對 可是有酥脆感 很真宰實料的花枝丸 而且它咬的花枝得很快耶 對 老闆娘你等一下幫我留這個三個好不好 六點沒關係 六點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包一份大蒜的麵粉 你不要包一份 因為我們有三個人啊 對 沒有啦 沒有啦 一定是包餐 那小燕姐自己全部帶回家 對 主要是上車之後是不會分的 對啊 對 誰拿到誰的 對啊 對 盡量是分開 因為他們兩個又會理量我 所以一定都是都我帶回家 對 也這可不一定喔 這倒可能不一定了 對 往後剛剛薩惟哥大家推薦的 包子店 對 就在旁邊 我媽因為已經搬到台北了 對 每個禮拜她想到這個味道之後 千里寥寥 從內湖然後開車到這裡 就是跟他們買這個包子回去吃 就吃個炸雞再來吃個包子 而且我們家好都是吃這個包子長大的 沒關係 而且你看它後面就是 有沒有 你現蒸它就是現做 真的耶 每天都是現做的 對 咬下去那個肉汁喔 你一吃其實跟旁邊的炸雞的感受 是一樣的 因為它肉汁就是鮮甜 沒有 倒肉 失敗 沒有 因為我怕燙 它皮很燙 它的皮肉非常的鬆軟 皮薄 肉紮實又鮮甜 它皮是薄的 對 薄的 也不是說那種好像很透那種 它就是很剛好 因為它是邊薄中間比較好一點 然後它吃不出那種澱粉感 那就是我最愛 它的肉是甜的 甜的 是甜的 而且是鮮甜 然後那個肉汁 跟著這個皮一起吃 你會覺得連那個皮都覺得好好吃 好讚喔 而且它蔥水分超多的 它蔥不是給一兩個喔 滿滿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它的肉已經好吃 然後我覺得不用加醬油 因為通常我在吃這種東西 它會擠醬油在裡面 但是原味就非常好吃 天啊 它的蔥也太多了吧 完了 吃完了 厲害 而且還過一次喔 之後來就高榮滿歌 而且很滿 沒有羊肉味 而且它不會有那種羊的 那種油膩感 沒有 羊肉不是羊肉的 它是乾羊 我看我是羊肉愛好 是... 聞的時候真的有羊肉味 對 可是喝起來又好甜喔 好甜喔 這裡又是一個航海 這家我只能說是 托你們兩個人的福啦 怎麼了 因為我只來吃過一次 就再也吃不到了 因為它現在就是處於一個 爆紅的狀態 今天是因為說要拍攝 它才讓我瞧 提前進來吃 帶你們品嚐一下 台灣現在爆紅的 好 羊肉串 對 來... 來... 我先一個人發一吃 小弟當初相當沒有用 我只吃了它一串羊肉串 我就被它征服了 真的 因為它這個口味 真的是道道地道的的 新疆口味 可是我懂 因為我也很愛這種孜然的 我也是 我跟妳講 妳吃一口就知道 而且羊肉串的孜然 撒到恰到好處很重要 對 好香喔 撒得非常滿 沒有羊肉味 超好吃 對 是不是 我只來過一次 之後來就高鵬滿座 都沒有機會再進來 好吃耶 好好吃喔 它完全一丁點的羊肉串 對 而且它的羊肉非常的嫩 因為很多這種羊肉 是很乾 很柴的 我跟你講 喜歡喝啤酒的 它這個可以吃一把 而且我跟妳講 它不是因為孜然 所以覺得沒有羊肉味 因為我愛吃這種孜然的 有一些孜然還是蓋不過 因為你咬到肉裡面 它還是會有那個 如果... 燒燒的味道 對 還是有燒燒的味道 但是它是完全沒有耶 對啊 就它肉搭配那個孜然 是完全吃到滿滿的孜然味 跟羊肉 不是 我進來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吃飽的狀態了 我已經快把它吃完耶 它真的好好吃喔 對 它會泡 我也把它吃完 對 而且它不會有那種羊的 那種油膩感 沒有 它完全沒有 它挑的那個部位非常好 非常乾爽 非常厲害 完食 完食 很棒 好好吃喔 那接下來這一盤大菜 這個真的我要請老闆娘出來 因為上次我也沒有機會吃到 你上次有吃到串而已 有吃到串跟這個羊肉湯 就已經被擊敗了 就擊敗了 被羊肉擊敗 老闆娘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盤叫做什麼 大盤雞 這是我們新疆的 當地的特色 這個大盤雞 幹什麼 邊講邊聊 邊吃邊聊 你不要吃褲子 幹嘛 它是不是裡面有麵條是不是 對 這是手工拉麵 對 手工自己拉的 好像是不是 新疆 陝西那些的麵 都是這種款 對 褲帶麵 二截子 手工拉麵都是裡面 會不會很辣 還好吧 還好 當新疆人說不會辣的時候 你會這樣吃 對 它是比板條還要更寬一點 可以嘗嘗很Q 很Q 對 我們在新疆吃大盤雞 就是為了吃這口麵 來 我先吃 看起來好辣喔 它的辣不是辣椒的辣 比較像是麻辣鍋的那種 一點點像麻辣鍋的辣 可是很香 我覺得它那個獨特的味道是 我們一般吃不到的 我吃個爪好了 爪是我愛吃的 我是不太能夠承受辣的 真的假的 有點小過癮 它已經就是有後勁在那裡 微辣微辣的這樣 它雞手好Q&A Q 這味道OK 這個辣度你可以 沒有 這個辣度很爽快 這個辣度真的很剛好 你吃看看麵 來一塊雞吧 來 給我雞吧 雞翅 我知道他們那個辣是那種 後勁的 有後勁的是不是 好像開始有點辣 它一看第一口下就覺得還好 對 覺得味道很特別 對 可是當你吞咽下去之後 它那個微辣感就慢慢的出現了 我辣到那個孜然我都覺得好辣 挑戰一下 它那個辣的改觀的青椒味 它非常很Q 它沒有那種厚重感 然後它雖然寬 但是吃起來是薄的 這種QQ的是最棒的 它沒有薄到那種很容易斷掉這種 其實它的湯汁是會上映 我知道我們之前 喜歡吃辣的人 應該會非常喜歡這一道菜 對 要這個孜然 再加這個醬好不好 對 這樣 太辣了吧 也可以 這個辣我的接受 這醬 滿辣 可以給我可樂嗎 這個是正常辣 正常是正常辣 一般的客人我們家都會有點小辣 沒辣不好吃 所以老闆娘 這個對妳來說 已經是小Case的辣了 沒有 沒感覺 沒感覺 老闆娘平常眼睛痛的時候 都拿這個在洗眼睛 什麼 真的 老闆娘 妳有沒有在新疆 就是有在做這些料理的嗎 對 我以前在新疆有開過餐廳 所以味道就是非常的道地的 對 老闆娘 我跟你說 鏡頭妳站在這看起來會很寬 妳要站著 真的嗎 站著看起來會很瘦 我躲在中間 我覺得應該也不會瘦的 不會 躲在中間看起來 臉就抄襲 它的厚進來了 厚進來了 對不對 現在大概到胸腔了 一開始吃的時候 不會有感覺這麼辣 對 可是吞下去就慢慢的 那個麻跟辣就會上來 我覺得麻可能會比較 比較多一點 對 那那個應該不辣了吧 那個不辣 清湯的麻 我當初也是被這個征服的 就是羊肉串跟清湯而已 對 你知道我們家的吧台 多愛你啊 真的啊 一說是你來眼睛真的很大 你知道嗎 我不相信啊 因為我每次定位都定不到啊 假的 假的 所以這個湯是什麼 羊肉清湯 羊肉清湯 可是它看起來像 而且它的那個肉超嫩嫩到 不敢相信它是羊肉 真的 真的 裡面看起來是什麼 有洋蔥 蘿蔔 蘿蔔嗎 沒有 沒有蘿蔔 那是洋蔥嗎 還是是洋蔥 它本身的甜味是來自於什麼 就是它羊肉的甜味 羊肉跟洋蔥 真的 我上次來 被它的甜味嚇到 怎麼會這麼好喝 你不怕燙喔 好強喔 我客家人啊 好甜喔 對啊 難怪會想說 它真的是有像加了蘿蔔的那種甜味 可是因為洋蔥本身就夠脆 對 怎麼這麼甜啊 真的都很甜 嚇到耶 我跟你講這個冬天喝一碗湯 整個身體就暖呼起來了 所以它的甜度完全就是洋蔥出來的 對... 這個羊肉的部位是有什麼不一樣嗎 為什麼我覺得你們家的羊肉就是 不會讓我覺得就是味道很重 很沒辦法接受 或者是咬不爛的那種 那燒羊肉是基本上就是羊肉 要肥瘦相見的這個羊吳吧 它會有牛脂 然後羊的品種也有它 是... 那一般我們去羊吳的羊肉 它是山羊 我跟你講我是羊肉愛好 是... 我跟你講它的鮮湯的羊肉 是比較有燒味的 可是它的燒味非常的香 可是它的燒味放在湯裡面 又很合耶 對啊 它的湯頭是甜的耶 我跟你講很妙喔 你聞的時候真的有羊肉味 對 可是喝起來又好甜喔 好甜喔 就是完全是洋蔥熬出來的 對 洋蔥熬出來的 而且它立刻解掉這個辣 對 我剛剛正常講 對啊 立刻 立刻喔 立刻 不要喝麥茶也更辣 喝這個湯直接這樣很美耶 你剛剛是羊叫嗎 對 直接美 直接美 學起來了 我可以下次用洋蔥燉湯 真的感謝老闆娘 讓我們享受到一個 這麼道地的新疆美味 老闆娘自己就這樣飄走 對 慢慢的飄走了 老闆娘 那你再要來台灣多久了 我來15年了 你來15年 所以當時一來是直接就決定 到這邊開心這樣就在這裡 很厲害耶 老闆娘有沒有算過就是一個人 就是在你們這裡的紀錄最高 是可以吃幾隻羊肉串 那我記得有30隻 30隻 我們現在才第三隻而已 它只吃串串嗎 你說一個人吃30隻嗎 對 我也嚇到 這真的你配酒慢慢吃 真的很好吃 而且你聊天莫名其妙 就會這樣吃完... 對啊 它感覺就這樣 一顆一顆 沒什麼突然 好吃 老闆娘 謝謝 謝謝老闆娘 這家真的可以來 應該是我第一次喝到 清燉羊肉湯最好喝 對 因為其實我平常都會選紅燒的 對 因為怕清燉沒有味道 對 要不然就是太燒了 而且我上一次只來過一次 就是對於它的湯頭的甜 一直念念不忘 就四隔了兩三年之後 我再喝還是一樣的感覺 湯真的太驚豔了 好厲害 這樣你怎麼可以隔兩三年 我下禮拜就想再來喝 那你要趕快留他的電話 他會跟你講說我超喜歡你 但打電話還打不通 不然就說有沒有位置 他說沒位置 所以我再也不會聽他說 我們巴塔很喜歡你 巴塔就不在 老闆娘 我們來可以走後門嗎 可以啊 後門你走進來 選擇後門隨便 我們要講什麼比較好訂到位置 把他的名字報上來 少一個... 可是他訂不到位置 我失敗的字數很多 不可能 好 那我下次就用我的本名 你會不會以後電話響都說 我是王少偉 每一個打的都說我 對啊 然後整桌都是王少偉帶來的 沒有 我們巴塔的人 是你的粉絲 他超熱門你的主題 In case你訂不到 這四隻你拿回去 謝謝 祝你們食尚玩家 恭喜你 收視 長猴 這真的太好吃了 你們真的不吃 我是可以帶回去 你再想一下 這個湯真的好好喔 這個湯蠻簡 前面所有店家的那個飽感 我覺得你今天帶我們的吃的 都蠻精彩 從小就這麼懂吃 真的 我媽厲害 真的是沒想到版本 知道用什麼食物來控制小孩 就每一家都會有記憶點 對啊 因為這一家真的蠻好吃 那你今天選的豬最喜歡 我今天選不出來 我今天真的選不出來 那小賴 小賴喜歡什麼 我會覺得這一家 因為它的羊肉愛好 沒有 因為其實這一家 因為我朋友打麻將的家 就在附近 然後其實這一家 我一直很想來吃 可是因為每次經過 都大排場了 所以我就一想說好吧 因為我很懶得排隊 所以我每次就是經過經過 都沒有吃到 今天終於 所以你下次就可以外帶 去你朋友家 邊打麻將會吃 外帶會等很久嗎 你先打來定 好 我用稍微幹什麼 你先來 你先模仿 你先模仿我的聲音 先模仿的聲音 對 先學好... 用用心的Baby 對 你打來就是先轉這一段 先轉這一段 通過 可以 就讓你先定 你有想到這首歌 後來再多年後又爆完嗎 其實我的命格非常特別 永靜啊 會不會看你來囉 食尚玩家APP 每天提供不同的吃喝玩樂最新資訊 無定期還有好禮要送你飯店 沒錯 而且還有使用的家電 生活的廚具 還有美食餐具 還送你麵廢柱飯店 真的是太棒了 趕快下載食尚玩家APP吧 你有想到這首歌 後來再多年後又爆紅嗎 其實我的命格非常特別 就是我舉凡我合作過的 都是會突然在若干年後爆紅 我難過也是神曲 反正若干年後 這是17 18年前的一首 這種輕快的RAP 也到現在又爆紅 很突然 但是我比較不懂的是 就是這首歌爆紅 欣凝姐就是 她一首歌的這個廣告 現在的行情是1300萬 沒錯 每次我到各個節目 人家都叫我唱一段RAP 唱完就說 你唱完便宣傳輩喔 對 奇怪 這也不是我們各位的部分 所以這就是同人不同命 今天算是認識到 因為我其實原本 不覺得少偉哥是這麼懂吃 對啊 沒有想到 怎麼這意思 沒有 因為... 因為就想說你是那一種 就是雖然很注重生活的儀式感 但是你可能對吃沒有那麼講 就可能是那種 差不多好吃就OK了 就吃飽就好就好 我也只能說謝謝你們之後 單位不會給我改來改去 就是我堅持要介紹給你們 他們就是真的幫我找到店家 然後讓我... 我跟你講那也是因為你面子夠大 因為很多店家是不給拍 真的 然後我們跟他講說 比如說今天是王少偉介紹 他就說也是不給拍 你該不會是說這一家吧 你知道一開始他們也不給拍 不可能 真的嗎 老闆娘 真的 因為他們真的生意 不需要我們再多家介紹 生意真是好到爆了 今天那是拖少偉跟了火嗎 真的 真的 我寫穿允許他好像 老闆又坐 接下來你會接到很多電話說 自己是王少偉 你們要記得要聽清楚是那個聲音 我等一下先錄一段給你們 遇到詐騙 你們在比對 比對那個聲音變成 好困難 真的 今天要謝謝少偉哥 我謝謝你們 我自己很開心 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然後其實我知道了很多 你們認為是美食 但我真的是吃到了很多 我小時候的會議 其實食物跟音樂就是這樣 瞬間就會帶你回到那個會議 真的 好了今天謝謝少偉哥 謝謝少偉哥 謝謝少偉哥 謝謝 拜拜 拜拜 我看你的表情 我覺得炸雞應該是在你 前幾名的一檔 因為我第一次看它是炸的 然後是吃完全面 對 我也很愛 所以我今天真的很難 可是你炸雞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再跟我們認真聊天 我們一回頭 炸雞沒剩股頭 完食 而且剛剛我們拿一整袋 對 小燕也就是掛在正前面 我要這樣一直說 一直說 掛在正前面 你當初怎麼會去擔任這個 我們當初是同公司 然後就是 算每一個人都有跟欣靈合作 我 協志 孟哲都有 跟他一起合作 但當然只有我的會紅 那十幾年後 我們再回來看這段影片 看我們有沒有紅 是 你為什麼要這樣討厭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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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